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时事多面看 不少市民都喜欢欣赏演唱会 但成功购买门票并不容易 近期有片图在社交平台声称有门票转售 并且提供公司注册证明 更加真人对话 声称可以在公司交收门票博取信任 令不少人蒙受金钱损失 警方提醒市民 即使有对方转数快户口 也不等于交易是安全的 近月香港的演唱会一个接一个 化名Chris的他打算上个月 和女朋友看台湾歌手演唱会 临到演出的日子 一个社交平台的演唱会社交群组 有人发帖文 说可以以接近原价的价钱出售门票 更加表示可以到他们的店铺交收 当时他是标榜他们自己有实体店 也有给到商业登记证明 也全程是用真人的语音去沟通 以后就说有人也想看一张票 所以就叫我女朋友 可不可以过两个订 一半数的订 即是他想买两张票 就给大约一张票的价钱 他落订给了一个转数快的红号 也有给了WhatsApp的红号 他女朋友当时就认为 手上持有这些资料 和转数快收款号码 万一有事都可以凭着交易 追查到账户持有人 于是经转数快支付大约一千元给对方 但之后就开始有问题 在我女朋友继续追问 在持续追问下 对方封锁了电话号码 他们立即网上报案 和交上整个交易资料 过了两个星期 我们凭着Chris的资料 在网上演唱会群组 依然找到这个帐户 当我们查询资料后 对方很快以语音回复 而且用同一个电话号码 联络我们 和回答类似的内容 同样当我们说没有转数快 提出可以遷就对方的时间 预约即日当年交收门票 对方随即就说 有其他客人在查询为理由 需要我们先下订金 而且有各种理由提出不在店铺 根据对方提供的商业登记证 我们去到尖沙座一座商业大厦的 其中一层楼 一开电梯门 见到一间公司的接待处 贴了一张声明 说有人用他们的公司注册地址 作出不诚实售买手袋 或者演唱会门票的交收地点 我们之后继续在不同的 网上演唱会群组 仍然见到来自同一个帐户 所发出的帖文 有不少留言说自己被人骗 警方说今年一月 收到有736宗盲骗的举报 涉及金额有2300万元 和去年同期比较少了285宗 涉及的金额大概1560万 对于市民使用转数快付款 警方说即使市民持有对方的户口号码 都不等于是安全交易 很多时候他们骗徒 他们的诈骗手法 很多时候都是换汤不换药 简单来说他们都会博取信任 FPS和其他银行的交易 或者牵涉其他的储蓄支付工具 都是一样 都会有机会有些不法分子 利用一些境外或者一些快类的户口 去进行一个收款 他们都会用一些租借或者买一些户口 去进行这些骗案 其实警方已经一再强调 提醒市民不要租不要借 以及不要卖自己的户口出去 因为如果他这样做的话 是要负上刑事责任的 他又指出警方今年和44家银行 和主席支付平台加强合作 如果收到那个收款号码 曾经收到疑似诈骗的报案记录 市民进行网上银行交易之前 应用程式的页面 会自动弹出警告告示给付款者 我们也是有一个银行之间 互相去交换情报的一个平台 让银行之间的讯息互通可以快些 可以帮我们去调查 以及去做一些来自骗款的时候 可以拿文件等等 都可以一个更快的速度 其实银行和金融业界 他们都是增聘了人手 以及升级了他们的系统 他呼吁如果市民发现被骗后 必须马上报案和录取口供 亦都不建议和对方继续接触 其实金融对我们来说 都是一视同仁的 无论它是大额还是小额都好 应该尽快去找警方去求助 去报案 其实警方亦都不建议受害人 他们在案件发生之后 就继续去和这些骗徒 继续有任何的接触 或者有任何的对谈 因为我们都担心 可能骗徒他们可能会比较 口填舌滑一点 然后可能会再下一城 用不同的方法去再骗了受害人多一次 实实在在有这些案件出现过 有立法会议员也鼓励市民 一旦怀疑受骗就要向警方举报 很多时候那些市民被人骗了之后 就不去报警 因为怕会被人去笑 甚至是会觉得 报警都不会拿回那些钱 但事实上 最近我们看到警方推出的 防骗是服APP 当中是一个功能是可以举报的 是举报一些是怀疑欺诈的 或者是这些相关的骗案 让那些账户 就要纳入去他们一个监察的范围 那里来 所以大家也可以不用亲身去报警 也可以将这些怀疑 可以交易的一些账户 可以举报 也纳入去警方监察的范围 那里来 在长远来说 也可以帮到我们其他香港市民 不要一起跌到骗网那里来 他又表示 目前金管局、银行工会 和警方合作的银行信息交运平台 Finance 监管账户的金额流动 目前只是针对商业户口 期望尽快扩大应用范围 只要这个商业的账户 是经常频繁地 作出一些不恰当的交易 而也都響了个警号的时候 所有这些钱的流动 就是会阻折了 阻折了 是不能够走下去 但是有一个问题 这个Finance 原来是没有覆盖到一些 私人的账户 让到很多私人的个人 在网上做一些欺诈的时候 是不受到监管 或者是有很多游走的一个空间 所以在未来 我们认为这个Finance 不仅是应该覆盖商户 亦都要覆盖一些个人 才可以倒截 目前我们看到很多时候 发生的一些漏洞 金管局去年中宣布推行 这项计划的时候 表示可以更有效偵测 以及制止诈骗活动 和筷子户口的网络 平台将会按计划 分阶段扩展到更多银行参与 涵盖个人户口 时事多面看 今集时间够了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各位我是胡郎坚 2月零售销售按年升百分之1.9 差过市场预期 有业界人士预计 之后两个月的表现都不会有起色 逆后第一个农历新年 陈春艳化和花车巡游会演再度上演 吸引不少市民和游客 但是对带动零售业的帮助似乎不大 业业消货额338亿 按年升百分之1.9 政府说今年农历年在2月 去年是1月 将两个月合并分析较合式 即是按年升百分之1.4 其中药物和化妆品升幅最高超过2成1 书布、文具和礼品也有2成升幅 电器和未分类内用消费品就下跌大约2成半 中药、燃料等也录得跌幅 政府说随着接待能力继续恢复 和举办更多盛事 预期仿港旅游业将会进一步恢复 并且违及零售业 尽管消费模式转变 会继续带来挑战 但是住户收入增加等等也提供支持 不过有业界认为 2月数据主要靠节日带动消费 和旅游相关的消费就未见明显增长 预料3和4月的表现不太乐观 完成了熔历新年这个高峰期 回落的现象都很明显 因为复节并不是国内的长假期 只是一个香港的长假期 不会期望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在游客的生意那里 反而在本地市场 其实往往大家都是很担心的 清零节的假期不算是一个长假期 相信对游客那方面的生意带动 应该都不会说是很显著的 他说分别有超过七成业界的人预测 3和4月数据会持平甚或有跌幅 慕斯尼士记者 侄愿文部导 海滨事务委员会举行会议 讨论当局计划在维港海滨 以试点形式引入餐饮 零售和娱乐等商业设施 有成员希望引入新元素给客 政府向海滨事务委员会 简介当局计划在维港海滨 引入餐饮等商业元素计划 短期包括在茶果岭海滨公园 和湾仔北海滨 设立潮流轻食饮品智能售卖点 摆设几部智能售卖机 出售雪糕和冰沙等小食 而照表形式引入 期望在今年年中推出 中期措施方面 当局计划在兴建的海滨场地 包括东区走廊下的行人版道 以及东边街北的休戏用地 提供特色餐厅或者小食亭等 有成员希望引入新元素 便利市民和游客 并关注水电配套设施 我都希望我们的思维 不要关注传统的F&B 传统F&B一定是一间餐厅 可能是outdoor 可能是in-door 然后是厨房 衍生出来很多牌照 消防等的问题 其实可不可以想一下 一些现在我们非常流行的 delivery service 纯粹在海滨设立一些点 令市民很容易叫到外卖 送到它 它可以在那里复充到 然后它可以在海滨享用 基电设施包括 来水、洗手间 我们是否有足够的桌 我们是否有足够的椅 也有成员关心性格比问题 听到一些广州的朋友说 我们那些鱼蛋是60元一兜 那怎样可以在未来的那些 落实的项目里面 就是guarantee到一个比较合理的性格比 另外 当局长远会在湾仔北汇展站 以及红磡体育馆以南的 林海用地 研究兴建具规模的商业设施 主打零售、餐饮和娱乐 又说会尽量密释地点 善用海滨资源 保鲜电视记者叶子华报导 美股已经开始了 看看最新表现 抢债息持育高企 拖累美股主要指数是低开 导致最新是略为可以转升10点 五步39,181点 至于标准普现百指数 略为跌不够1点 步5,205点 转看欧洲股市个别发展 伦丹富士100指数跌23点 巴黎契指数升10点 德国Dex指数升41点 华为计划向员工分红 平均每个员工 获派近51万人民币 华为公布计划向员工分配 股利近771亿元人民币 相较对上一年增加大约7% 现在华为的唯一股东 是华为投资控股 这家公司是由创办人 任正非以及超过15万名 参与员工持股计划的 在职员工或退休保留人员持股 按人数去计算 平均每名的持股员工 分红近51万元人民币 集团指股利分配是属于正常的利润分配 对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和上债能力 没有不利影响 现在华为员工新潮主要是包括三部分 工资、奖金和分红 二次股分红就是员工收入的重要部分 华为董事会首席秘书江西生 早前接受内媒访问的时候表示 华为股权分配计划不是一个利润分享计划 具有独特的激励机制 被员工直接参与公司的利润分配当中 这个不单只增强员工的归属感和忠诚度 也都给员工能够分享公司的增长成果 同时由员工持股可以保持华为决策独立性 华为去年收入7,042亿元人民币 是自2021年以来再次突破7千亿大关 去年纯利岸年升一倍四至870亿元人民币 华为轮值董事长胡厚君表示 去年整体的经营符合预期 过去几年华为经历重重的考验 也都在挑战当中不断成长 《无线电视记者》吴杰晶报导 转太其他消息 日本有十几个学生被雷击 其中两个人停止心跳和呼吸 事发在宫崎市 当时正是举行一场高中生足球赛 当地大约2点下午2点 58个学生被雷击送远 其中两个人停止心跳和呼吸 而日本航空公司 一架载有百多人的客机 原定由宫崎机场飞往东京雨田机场 但因为两度遭到雷击 紧急降落大阪关西机场 没有人受伤 旅居南韩的智盛大熊猫福堡 进行隔离检疫 当局说会根据福堡的适应情况 来决定他何时公开亮相 据以往经验 适应期短就一到两个月 长就需要七到八个月 甚至更加长 载着大熊猫福堡的无震动特殊车 照早在南韩爱保乐园缓慢行驶 大批粉丝无语夹道 有人带被气球和纸牌送别他 有人心情难过 原方特别为福堡举行宽送撥动 迎光幕上播放着他的相 致养员姜爷爷也和福堡心情告别 除后抓住 福堡的车辆洗离乐园 无语宽送的民众也都为福堡送上祝福 福堡2020年7月在爱保乐园出生 是第一只在南韩出生的大熊猫 他的父母是女寒大熊猫乐保和爱保 根据协议福堡需要在四岁前回国繁殖 在北京外交部表示欢迎福堡回国 并感谢韩方寺养员对他的精心照料 《无线事》记者谭文英报导 澳洲达尔文有人在海滩放狗的时候 他的爱犬被一条近两米长的岳鱼咬住 狗主和其他泳客合力拯救 最终击退岳鱼 雅蒂和他七岁大的澳洲木牛犬阿斯利 星期一在木麻黄海滩玩抛接游戏 阿斯利在走到海边拾球时 一条近两米长的岳鱼 突然在水中出现 咬住他的腹部 雅蒂和沙灘上的其他人合力 将阿斯利从鳄鱼的口中抢回来 阿斯利幸好只是受了伤 未有成为鳄鱼的点心 事发后一天 野生动物管理人员 在附近捕获一条2.2米长的鳄鱼 达尔文一带近年鳄鱼数量增多 当局曾经提出恢复掠杀鳄鱼 但有专家指 无论掠杀多少鳄鱼 都不能完全杜绝鳄鱼游到海滩 无线电视记者简永迅报导 马英九继续疏团访大陆 和中山大学的私生交流 即日开始 未完成全部性别重置手术人士 如果符合多项条件 可以向政府申请更改身份正常的性别 大家好 我是黎在山 台湾早上发生当地25年以来最大规模地震 强度达到黎克特制7.2级 台湾当局说至少9死963人受伤 中央社就报导至少137人被困 地震震将位于台湾东部海域 震源深度15.5公里 重载区花莲多栋建筑物倾斜和损轨 全员今日停工停货 台北市亦都激烈遥仿 接运一度全线暂停 日本多地发出海啸警暴 沖繩喇叭机场一度暂停航班升降 福建浙江和广东等地有明显震感 本港天文台亦都一度发出海啸报告 国台办就说高度关注台湾灾情 愿意提供协助 先看下台湾的灾情 以国泰航空宣布 因应台湾花莲地震 昔日至今个月30日 将豁免往返台北、台中和高雄航班 机票重新订轨 更改航点和退票的手续费 有关安排指限于今个月3日 或者之前购买往返台北、台中和高雄 并已确认国泰机委的机票 乘客需要于原定航班出发前完成更改 6月30日或者之前完成旅程 转看其他消息 国民党前主席马英九 率团访密大陆第三日 和中山大学的私生交流 之后结束在广东行程 转到陕西省 马英九在广东的最后一日行程 率领多名台湾学生 去到广州市黄花岗72列市务园 他以国民党前主席的名义送上花圈 上前整理断带之后 一行人三谷公致义 随团人士逐一献花 马英九发表讲话的时候 提到台湾7.2级大地震 他又说革命先烈 当年的精神令人感动 并朗读林郭文与妻缺别书的段落 他之后到访黄布军校旧子 参观校长室、宿舍等地方 下午转到中山大学广州校区南校园 先参观校内的孙中山纪念馆 校方特别安排马英九同志会 在每年校庆展出一日 教宣中山麦保合照 随后一行人去到怀寺堂 和校内师生举行座谈会 是此行两岸学生第一次交流活动 我想未来两岸年轻人交流肯定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 这一点两岸当局都应该顺思之、明辩之、独行之 让两岸年轻人有更多认识彼此的机会 两岸一家亲、两岸关系的未来在青年 希望在座的各位青年朋友交流交心、互学互建 学生表演等的环节结束之后 马英九出发前往百云机场 转到陕西省继续行程 无线电视机者陈雪儿报导 休息回来有其他消息 回来新闻时间 我们再跟进回 台湾早早发生黎克特制7.2级地震 至少9死963人受伤 我们记者中卓熙经台北暂时到了高雄 原定就搭夜机去花莲 但最新这班机又取消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又多不多台湾人坐这班机去花莲呢? 我们由台北到高雄 原先希望可以赶到 晚上10点起飞去花莲的那班机 大家看到我仍然身处在高雄机场的 离境大堂 就知道那班机是出了小时 那不是我们赶不及那班飞机 而那班飞机 我们来到高雄的机场之后 航空公司的职员就跟我们说 那班机是要取消的 航空公司方面的解释就是说 由于花莲那边仍然余震不断 降落就不安全 再加上那边网络中断 所以就决定暂时不派机去花莲 就叫我们明天下午才再来 暂时就将那班机延迟到明天下午 1点左右才起飞 现在高雄机场看到航空公司柜台 仍然在运作着 帮助一些刚刚来到的乘客 去办理一个改飞 或者取消的手续 至于高雄机场 就仍然有一小小的乘客 他们本身都是去花莲那班机 他们现在暂时就坐在那里 就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他们或者就是刚才跟他们聊过 就希望在高雄这里借宿一宵 这班机本身是有不少乘客搭的 刚才我们都跟其中几位受影响的人聊过 他们的经历跟我们都很相似 上去花莲 但是就被迫在台北那里留了很久 终于看到有机会 就买到去花莲的那张机票 坐高铁赶到来高雄 最终就撲空了 原本他们搭台铁 由台北去花莲 只是大约三个小时 现在还未知何时才能回到去 他们都不满航空公司 没有及早通知 但明白余震是不断 这些事都很难避免 现在唯有在高雄那里 找着酒店过了一晚 也就是乘客 本身是花莲的医活人员 他们刚好就是我们度假 他们说现在心情担心又紧张 很希望可以回到家乡那边帮忙 救助这些伤症 我们要继续在台湾 和大家跟进地震的最新情况 现在先将时间 加回香港新闻报 谢谢钟翠希 转体下美股的最新表现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 报39,265点 升94点 标准普议伍博指数 报5,223点 升17点 欧洲股市三大指数 各别发展 伦敦富士100指数跌1点 巴黎克指数升25点 德国DES指数升73点 其他消息 政府即日开始修订更改身份证上性别记行的政策 未完成全部性别重置手术人士 如果符合多项特定条件 都可以向政府申请更改身份证上的性别 入境处拒绝两个未完成变性手术的跨性别人士 謝浩林和另一个上诉人 申请将身份证性别更改 中审法院去年2月裁定违反香港人权法案 商界一年之后 政府修订身份证性别记行的政策 即日生效 除了已经完成整项性别重置手术人士之外 如果已经完成改变性征为目的的手术治疗 并且能够提交医学证明和文件证明 以及符合五项条件 包括曾经患性别不安 申请前至少两年内持续以另一性别生活 接受二性荷尔蒙治疗等等 可以申请更改身份证上的性别记行 入境处处长会按个别情况考虑是否批准 行政的措施和保障权益 看来有些差距 如果对那些夸性别人士来说 根本是阻挠 令到法庭的判决 是不能够彻底落实 我相信会引起法庭訴訟的机会很大 应该尊重一个原则 不认为要再去进一步再松效的时候 又要考虑到会不会构成我刚才说的 造成对我们整个社会的价值 或者可能会构成一些混乱 政府又说修订不代表改变法律上的性别 有大律师举来解释 即是一个女性成功在身份证更换性别 但是法律上仍然视她为女性 不会享入丁权和和女性结婚等的权利 但是可以按以更改的性别生活 如果一个男人入女次就没问题了 你改了嘛 那就不算游荡或者其他罪行 两个女孩其中一个改了变成男人 如果改了变成男人 那男人理论上在性别上 他究竟是否可以有资格和这个女孩结婚 这个正正就是我们现在关注的问题 他使得很清楚 只是在身份证上高的性别基项的改变 其他所有其他东西都没有改变 等同于一个同性婚姻是合法化的 但是香港现在还未是可以合法化的 他认为今次政策修订 已经对跨性别人士的权益迈进一大步 毛线紫基仔一流传续报道 入境处表示 自去年2月7日 职终审法院班下判决之后 第一日至今 书方总共接获92宗更改香港身份证 性别记行的申请 47宗是男性转女性 而45宗是女性转男性 当中32宗获批准 剩下申请仍然在处理 入境处说 会根据新修订的政策处理未审批的申请 并且会主动联络申请人跟进 在收到申请和所需文件之后 会尽快审核 所需时间视乎个案复杂性而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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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